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业化JDBC 本次课呢,我们将进入JDBC编程应用实例的学习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是 如何使用JDBC来查询数据库表的记录 好,回到MyEclipse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研习前两次课 使用的这个Test1.java类哈 我们使用JDBC来开发跟数据库交互 既可以在Java应用程序中开发 也可以呢,在JavaWeb程序中进行开发 那本次课呢,我们演示的还是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但乱方法的Java类 如何实现跟数据库的查询交互 这里呢,是上次课我们介绍的JDBC的开发步骤 第一步引入驱动器的甲包 检查一下 在这里哈,OJDBC6 那么第二步在程序中引入JDBC驱动器 这个怎么做呢? 使用Class.4Lam方法 这是使用反射机制 Class.4Lam呢,如何找到哈? 它要求Trakatch的,如何找到呢? 就是之前已经给大家解释过的哈 OroC,我得把它的类的全路径给写出来 OroC,Driver,也就是Class.4Lam,OroC.JDBC.Driver.OroC,Driver 必须找到这样一个类的对象 找到之后,这才是第二步在程序中引入JDBC的驱动器类 找到之后呢,我们将要创建Java程序跟数据库的连接 之前呢,我在Cindy讲Java中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Java呢,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 它把任何的东西都看成对象 那么Java跟数据库的连接,它也看成对象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创建的是连接对象 那么连接对象JDBC提供了一个什么接口呢? 提供的是Collection接口 这个Collection接口呢,我们可以在API文档Java.seq包中 找到这样一个接口Collection 我们每建立一个跟数据库的连接 其实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Collection接口的对象 但是呢,Collection是接口 也就意味着它没办法留自己 那么它怎么样才能够创建一个Collection的对象呢? 就需要使用到一个类叫做Driver Manager类 Driver Manager类呢,有一个方法叫做GetCollection方法 也就是说Driver Manager的GetCollection方法呢 是能够建立Collection对象的 每建立一个Collection对象就创建了一条 从Java到Work之间的连接 好的,现在我们依然回到程序 Collection.com 随便起一个名字 当然,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个Collection接口给导进来 不要导错了 是Java.seq.collection 紧接着使用Driver Manager.getCollection 好,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也就是有三个参数的GetCollection方法 这三个参数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URL 谁的URL呢? 是Work数据库的URL 这个URL呢,是字符串形式的 它能够帮助Java应用程序去定位到 Work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那么Work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 是固定写法 这个URL是固定写法 那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JDBC 冒号 Oracle 冒号 Syn 冒号 Eta 127.0.0.1 冒号 1521 冒号 Orcl 这个URL呢 冒似看起来是很长的一串字符串 但是请千万不要忘记 它的格式呢 是固定写法 每一个关系数据库 所提供给JDBC的这种 定位到 Work 定位到这个数据库服务器的URL 都是固定写法 比方说 JDBC 冒号 Oracle 冒号Syn 说明 这个加瓦连接到Oracle 用的是Syn连接 冒号 Eta Eta 后面是谁呢? 是数据库服务器的 IP地址和端口号 因为我是在本机建立的 数据库服务器 所以 访问数据库的IP地址是 127.0.0.1 当然 你也可以写成localhost 紧接着 冒号1521 是Oracle服务器 默认的提供 这种连接的这样一个 监听端口 好 那么1521之后 再跟着冒号Oracle 是什么呢? 就是 我在本机上 所建立的 Work数据库实例的SID 我只建了一个Oracle 好 这个就是 第一个参数 URL的写法 第二个参数就是 我既然定位到了 这个 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 我如果要登录 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建立连接 那么 必然要提供 用户名和账号 用户账号和口令 两个东西 那么 我使用Squart 和 Tigo 好 这里报错 是因为 必须强制 Chakachi 好 只要 这句话 没有发生异常 能够正常完成 就说明 我们的连接 对象 创建成功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当然这里没有任何输出 没有任何输出 只要它不报异常 就说明连接对象 创建成功 我现在的梦方法 只有两句话 当然什么都没有 记住 编程就是 你写的代码 你写的代码 是执行那些什么任务 它就完成什么任务 你没写 它就永远都不可能执行 OK 这个建立数据库的连接 已经创建成功了 建立了一个连接对象 那么紧接着 我要跟数据库交互了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 我要去查询 Squart用户的 EMP表的记录 OK EMP表 有14行的记录 然后呢 有123456 788个列 有8个列 我要把这张表 所有的记录呢 在这个后台 全部打印输出 那接下来呢 我要将 CQ语句 作为字符串 保存到 一个变量 CQ中 CNAC的新 fromEMP好了 CNAC的新 fromEMP 接下来呢 我要将这个 CQ语句 发送给 Urk 并且接收 它的返回 结果 怎么发送呢 好 这里需要学习一个新的 API 就是 Statement Statement呢 它也是一个 接口 记住是接口 在这个地方 Statement呢 是用于执行 静态 CQ语句 并返回 这个CQ语句 执行结果的 这样一个对象 那 它因为也是接口 所以不能够 实力化自己 也就不能溜自己 那么它怎么实力化呢 等于 Collection对象的 Creator Statement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创建了 连接对象 就可以通过这个 连接对象的一个方法 叫做Creator Statement 去得到Statement的 对象 记住把它导进来 不要导错了 都是加瓦点 CQ包之下 紧接着 我如何去执行 这个CQ语句呢 Stat 也就是Statement的 对象 有一个方法 叫做Execute Execute Query 因为我这里执行 是查询语句 所以这里有一个方法 叫做Execute Query 方法 把这个CQ语句 作为这个方法的 参数来执行 记住 这个Execute Query 方法 它返回什么 类型的对象呢 返回一个叫做 Result Set 对象 Result Set 也是 API的一个 接口 Result Set 是结果级 为什么说是结果级 对象呢 因为我们查询 语句 一定就是查询 一组结果 但是它有可能 反复为空 如果不为空 肯定就是一组 结果级 那么在JDBC中 就提供了 Result Set 这个接口的对象 来接收数据库查询出来的记录级对象 好 OK 导入Result Set 这个接口 好 那到这里为止 这句话既是执行查询通知数据库执行这个查询 而且又是接收数据库对这个查询语据的返回结果 因为数据库毕竟是大型数据库 大型关系型数据库 它的执行效率是非常快的 只要网速也很快的情况下呢 这个结果都可以很快的返回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解析这个执行结果了 解析这个ResultSet的对象 RS 那么RS呢 有一个方法叫RS.Lux 你想想看 既然ResultSet是一个集合 说明这个集合中有多个元素 那么多个元素是什么意思呢 这多个元素也就是说每一行记录都是这个结果集中的一个元素 如果我这里有14条记录 就说明这个ResultSet的对象中有14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都是一行记录 请注意 每一个元素都是一行记录 那么我们怎么去便利这个集合中的 RS集合中的元素呢 使用一个方法叫做RS.Lux 每Lux一次 指针 这个ResultSet集合对象中的指针就会自动移到下一条 那么ResultSet的Lux的方法必须首先执行一次 也就是说这个Lux的方法必须首先就要执行一次 指针才会指向第一条记录 否则它就指向为空 好 只要Lux的一次之后 我就可以指向第一条记录 否则再Lux的又指向下一条 如果这个Lux的方法没有检测到下一条记录 注意它返回的是不良类型 不良类型 那么它会返回Force 如果没有下条记录就会返回Force 如果有的话 返回为True 而且指针移到下一条 好的 这个就是Lux的方法 那既然它移到了第一条记录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析这第一行呢 这个第一行实际上 RS注意 它的指针已经到了第一行 那么接下来 RS.getStream1是什么意思呢 得到这一行的第一列 第一列 那么我可以把它输出 输出看一下 是否能够输出第一列 EMP LUMBO这一列 接下来我执行一下这段代码 OK 果然输出了 那再接下来 那再接下来 我可以 进行字不串的一个连接 RS.getStream2 什么意思呢 获取到第二列的值 而且把它转换为 Stream类型 第一列的值 加第二列的值 输出一行 紧接着再Lux的到下一条 再输出下一条的第一行 第一列和第二列 好 吃心一下看看 OK 这就是 这就是 JDBC如何 去查询数据库中 表的记录 请注意它的几个步骤 引入这个价包之后 在代码中必须 class.forlame Org.jdbc.jo.org 就要我 紧接着建立连接对象 通过 joelmanager.getClection方法 再紧接着 用Statement 因为我这是查询 骂Statement的对象 去 发送 CQ语句执行 并且接受返回结果 接下来 这个返回结果 在ResultSet的对象中 我如何去解析 ResultSet对象中的 这些 列 好的 这个就是JDBC如何去 查询数据库表中的 记录的代码案例 当然 在本次课的案例中呢 我实现的仅仅只是一个 简单查询的案例 这里是JDBC如何实现 简单查询的案例 在实现这个案例中呢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学习JDBC的哪些API呢 分别是 Collection接口 Statement接口 ResultSet接口 我们是使用了 这些接口类的对象 才实现了 数据库中 如何发送 简单查询语句 并且去获取它的 结果并解析 好 那本次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课呢 我们将要介绍 JDBC如何实现 复杂查询 复杂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